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距今120年前的公元1894年 在意义带水的中国日本两个邻国之间 爆发了世界海战史上第一场规模最大的装甲舰对抗战 在历经近9个月的残酷交战之后 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 代表中国的清朝政府 被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 从此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 国家地位继续下降 甲午战争后 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潮也迅速崛起 中华民族在失败和痛苦中觉醒 旧王图存 变法维新 最终成为时代的主题 回望120年前 这场令中国人至今深感耻辱的战争 我们目睛要问 在总兵力明显高于侵略者的情况下 大清帝国的海陆军 为什么会节节败退 北洋海军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强大舰队 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在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面前 战争的指挥者与参与者 究竟有着怎样的战场表现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这场永远不能忘却的战争 到底留给我们怎样深刻的思考和启示呢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马俊杰教授 带领我们走进 120年前 那段不堪回首 却又不能忘记的历史 真请讲述戏的节目 甲午 甲午 第一集 不能忘却的战争 1894年 是中国传统立法的甲午年 就是在这一年 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 这场战争 就是甲午战争 今年呢 又是一个甲午之年 时间让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120年了 可是今天呢 我们依然在追问 在反思这场战争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 这场战争 它让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日本 打败了一个复原辽阔的大清帝国 我们想想 这样的战争 不值得我们追问和反思吗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导出了这样一个结局呢 在这里啊 我用三句话 来概括这场战争 这第一句话呢 就是 这是一场 威胁中华民族的危险之战 怎么理解啊 为什么说它危险之战呢 这场战争 它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正约有十一款 主要内容有 第一 中国认明朝鲜确为独立自主 就是要隔断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 悠久的历史关系 让朝鲜受日本的任意的奴役 第二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全岛及其复述岛屿 还有澎湖列岛给日本 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第三 中国赔偿军费两亿两 这个条约之后啊 西方列强纷纷效仿 他们一拥而上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矿潮 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江山更加是支离破碎 中华民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你说不危险吗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这是一场蹂躏中华民族的耻辱之战 为什么说的耻辱啊 在这场战争当中 牺牺牲在日军炮火之下的中国军人 只有几万人啊 吕顺大屠杀 有两万多平民死在了日军的偷刀之下 整个吕顺城剩了36个人啊 通过甲午战争 日本最终从清政府手里 获得了两亿三千万两银子的军费赔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把这些银子如果换算成日元的话 相当于三亿五千万日元 它相当于日本四年多财政收入的总和 而日本呢 把这些钱当中的80%用于干什么 用于来扩充军备 扩充完了军备 拿过来再来打我们 这是不是一场耻辱的战争啊 第三句话 这是一场抵律中华民族的觉醒之战 这是一场惨败的战争 对于中国来说 这场战争是对中华民族意志的一个 空前的一个力量 它唤醒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从这场战争以后 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奋起抗争 无需变化 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 这一系列的改革和革命运动 相继的爆发了 一时间在整个的中国大地 是风起云涌 这就是我总结的甲午战争 总而言之 中日甲午战争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 所以这场战争啊 值得我们反思追问 值得我们探究的东西太多 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 我们就走进这场战争 解开这场战争一个又一个的谜谈 要了解这场战争 我们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日本为什么要挑起这场战争 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啊 它有很深的社会原因 具体说 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 第一 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托亚入欧 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原因 第二 1854年3月 美国舰队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迫使日本呢 签订了一个日美侵善条约 也叫深奈川条约 这个条约结束了日本200多年的 索国体制 从这个条约之后啊 西方列强 包括英国 俄国 荷兰等国家 也与日本 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时的日本 面临着与鸦片战争中国 一样的民族危机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日本天皇发动了自胜尔下的明治维新 推翻了幕府体制 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 使日本 使日本由一个封建国家 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这就为他 托亚入欧 创造了条件 那么什么叫托亚入欧呢 这个托亚入欧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在这里啊 首先 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这是日本现行的一张 面额最大的纸币 在这张纸币上 大家看到了 有一个头像 大家都知道 一个国家 把一个人的头像 放到国家的货币上 说明这个人呢 在这个国家里 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响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福泽玉吉 是日本所谓的一个启蒙思想家 也称得上是 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的理论家 这个福泽玉吉啊 他出生在日本一个 下层五世的家庭 青年的时期呢 他曾经多次被幕府 派往欧洲考察 了解了西方的文明 但是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 殖民和扩张的思想 他在四十岁以后呢 就提出了一个 托亚入欧的主张 他认为啊 从地理上来看 日本他是一个亚洲国家 但在精神上 已经脱离了亚西亚的故技 转向了西洋的文明 应该加入到西方的行列 与西方的思想相一致 这就是托亚入欧的思想 这个托亚入欧 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福泽玉吉呢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 我国对待中国 朝鲜之法 无需 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 只能按照西洋人 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 加以处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我们日本呢 对待中国和朝鲜的办法 不要因为 它是我们的邻国而有所顾忌 我们应该学习西方的列强 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朝鲜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侵略 所以说 托亚入欧 带来的直接的后果 就是日本发动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 第二 掠夺资源 扩大贸易市场 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原因 日本是一个岛国呀 资源非常的贫乏 要发展资本主义 必须要谋求海外的原料产地和贸易市场 而政治上腐败 经济上衰弱 但是资源非常丰富 市场很广阔的中国和朝鲜 就成了日本掠夺的首选目标 第三 对武力的普遍的崇尚和使用 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文化原因 日本在地理上是中国的邻国 在历史上很早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秦代 中华文明就传到了日本 接触了日本的渔猎的生活 使它开始了农工的文明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 中国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越来越广泛 成为了日本外来文化的主流 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生活的习惯 日本的文化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这个个性就是两面性 美国有一个人类学家 叫本尼迪克特 他就把日本文化的两面性 用橘与刀来表示 这个菊花呀 它是日本皇室的象征 在日本文化当中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着爱美 上礼 温顺 服从 代表着这一面 刀是武力的象征 它代表着日本文化当中的 独武 好斗 顽固 不逊 这样一面 在本尼迪克特 他的这个思想当中 他所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产生侵略扩张的思想 与这把刀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这里呢 我们不去评价本尼迪克特 他的观点是否正确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这把刀 在日本文化当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呢 一个最好的例证 就是日本存续了680多年的 幕府体制 从十二世纪的末期就开始 日本就建立了幕府体制 所谓的幕府体制是什么呢 就是幕府的将军 控制着中央的最高统治权的 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也叫五家政治 也叫五人之杖 那么这种政治体制 它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两种后果 第一种后果 在日本社会上 普遍崇赏武力 一度出现了五人的社会 第二 在日本社会不同势力之间 相互适应武力 变得非常容易 福泽玉吉 就是一个独武主义者的典型代表 这个福泽玉吉啊 重新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百卷外国公法 不敌树门大炮 己策和亲条约 不如一筐弹药 从这段话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福泽玉吉的 崇尚武力的思想 我们可以这样说 日本社会普遍崇尚武力的心理 和社会的上武的氛围 当社会内部 产生强烈的需求的时候 就会迅速的膨胀 转化成侵略扩张的行为 这就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文化原因 正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原因 而使日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国策 这个国策就是大陆政策 这个大陆政策 又叫大陆侵略政策 它是用战争的手段 来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等 周边大陆国家的一种侵略政策 它开端于明治维新时期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去成熟 成为日本近代 长期奉行的最高国策 那么当日本处心积虑的筹划 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 晚清的中国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从总体上 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 这就是政治腐败 经济衰弱 文化消沉 在这里呢 我们不去具体分析 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情况 只透过战争决策 这一个关乎战争胜负的主要问题 来看一看政治经济文化 对于战争的影响 晚清的中国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 使得清政府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战争决策机制 战争的决策呢 由以四季太后为首的少数人来决策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四季太后啊 她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决策战争的时候 她就把自己个人的态度 情感 融入到了战争决策当中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她生于公元1835年 足于公元1908年 中年74岁 作为同治光绪梁朝的皇太后 对权力有着极强控制欲的慈禧太后 实行垂帘听政 实际执掌大清帝国的同治权 长达48年 而当甲午战争爆发之时 慈禧太后恰逢六十大寿 那么作为帝国的最高指挥者 慈禧太后面对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到底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我们说呀 慈禧太后在战争的前后 她的表现呢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自大清敌 在战争期间大搞生日庆典 光绪的二十年 十月初十 也就是公历的1894年的十一月七号 这一天 是慈禧六十岁的生日 那么为了这一天 为了筹划生日的庆典 慈禧已经整整地准备了两年多的时间 很长啊 早就准备了 可是就在她筹备生日庆典的时候 1894年的七月二十五日 日本挑起了封岛海战 使战争阴云一下子变成了战争的暴风咒语 也就是说战争开始了 紧接着八月一日 中日双方互相宣战 9月15号 在朝鲜战场上 朝鲜的重镇 平壤 被日军占领 9月17号 北洋海军在黄海 也遭到了惨败 所以这一系列的重大的事件 在慈禧眼里呢 哪一件也比不上 她的六十大数的庆典那么重要 对于战争 她不是很关注 但是呢 对于庆典所涉及到的事情 大事小事 她都要亲自过问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庆典的这一天 慈禧早就做了一个计划 她这个计划 在生日这一天 在皇宫里先举行 王宫大臣的朝贺 举行完了之后呢 这一帮人马浩浩荡荡的 再转移到颐和园 去干什么呢 去听戏 去设宴 她计划是这样 那么从紫禁城 到颐和园 中间呢 要经过西之门 在西之门外 有一个门洞子 大队人马 要从这个门洞子当中经过 而慈禧太后呢 听说 她说皇帝的金脸啊 就是皇帝乘坐的 那个哪拉的那个车呀 它的高度是 一丈四尺 它的宽度呢 与这个门洞子也 差不了多少 所以当皇帝的金脸 经过这个门洞的时候啊 它两侧很容易碰到墙 这本来是一个小事情啊 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没有必要慈禧来亲自过问 可是这件事啊 关系到她的庆典 她寝室难安 睡不着觉 然后反复的吩咐公布 要现场勘察 现场解决问题 那么正当这个公布啊 在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这个慈禧啊 迫于大臣们的压力 就缩减了 这个生日庆典的规模 把这个生日庆典呢 直接放到这个皇宫里搞 也不到一和园去了 那么这样呢 皇帝今年 经过西之门外门洞的这个事情啊 就没有必要再会周折 这样才停下来 所以通过这个事啊 这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到 感受到慈禧 在这个战争爆发期间 他的精力啊 没有用在筹划战争上 主要精力 只用在了他的生日庆典上 1894年的 10月7日这一天 正是慈禧的生日 这一天呢 慈禧的心情 他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 所以在皇宫里 接受了皇宫大臣的朝贺 他非常的得意 心情非常的舒畅 从这以后连续三天 听大戏 可是就是在生日这一天的 10月7号 辽东半岛的重镇大连 被日军占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过来了 慈禧也知道了 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 无动于衷 继续看他的大戏 这就是慈禧 一个把个人的欲望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 一个独裁者 就是他 来筹划和准备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 他能够失败吗 我们在研究档案史料的时候 也发现 日本之所以在1894年调起这场战争 当然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这一年 慈禧要搞生日庆典 日本人判断 慈禧搞生日庆典的时候 他可能顾忌不到战争 甚至在战争当中会妥协退让 日本人的魔头 多么可笑 可悲 多么荒唐的一个大清帝国 那么慈禧做的第二件事呢 忽视军备 挪用海军经费 1885年的时候 这个光绪皇帝已经十五岁了 到了归正的年龄了 归正就意味着慈禧太后啊 她的垂帘听政已经到头了 这个慈禧就自己琢磨呀 他说垂帘听政结束以后 我把帘子卷进来之后 我总得有一个地方要一样天年 我把这个一样天年的地方选择到哪里呢 想来想去呀 他就选择了颐和园 这个颐和园呢 是皇家园林三山五园当中 风景最为秀丽的一个园 慈禧非常喜欢 但是呢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 火烧了圆明园 这个颐和园也被焚烧了 也被抢掠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啊 慈禧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说我既然要在颐和园一样天年 我必须对他进行重修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了之后啊 他就把他变成一个压倒一切的大事情 1886年 清政府按照慈禧的这个安排啊 以修这个昆明湖水士学堂的名义 开始悄悄地修建一和园 工程开工了 当时啊 清政府的财政是极度的困难 修员的工程非常的耗烦 时间拖的也很长 需要大量的经费啊 这些钱从哪来呢 慈禧他自己没有着落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为了讨好慈禧 有两个人同时想到了一笔经费 这两个人是谁呢 一个是掌管海军衙门的 纯亲王怡萱 另一个就是北洋大臣李鸿长 这两个人同时想到了一笔经费 这笔经费就是海军经费 为什么他们会同时想到这笔经费呢 因为这笔经费 他们两个人可以完全的控制 说了算 于是两个人就决定 讨好慈禧 把这些钱当中的一部分 要挪出来 用于修建一和园 挪用了多少呢 从1886年工程开始 一直到1894年战争爆发 我们算了一下 一共是挪用了750万辆 在这个期间 一和园的修园的工程款 一共是1000万辆 挪用海军的经费 就达750万辆 占到了75% 就要指出的是 截止1887年 北洋舰队拥有了25艘艇 排水量是36708吨 远远地超过了日本 可是仅仅在六年的时间之内 腐朽的清政府就把这支海军陷入了绝境 那么正当慈禧台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一和园的时候 日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为了尽快实施对华的作战计划 日本把阔军备战作为头弄大使 到了甲午战争前夕 日本在陆军方面 他拥有了一个进卫师团 和六个野战师团 总兵力达到了7万人 另外还有23万人的后备兵力 海军方面 日本海军在1872年 他仅有14艘舰艇 总吨位是18000吨 1882年 明治政府又制定了一个为期8年的造船计划 每年拨出300万元作为造船经费 此后又发行公债1700万元 用于扩充海军 为了对付北洋舰队 7000吨级的定远和阵远这两艘铁甲舰 日本又建造了三艘4000吨级的 比定远和阵远速度都要快的水枪舰 至中日甲午战争前期 日本海军已经拥有了军舰31艘 鱼类艇24艘 总排水量达到了61373吨 而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6年当中 没有填一艘军舰 至于刺激太后挪用海军经费是有直接关系的 当黄海海战爆发的时候 北洋舰队是带着6年的亏欠驶向战场 此时北洋海军的舰艇 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被日本海军超越了 这就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前 中日两个国家的基本情况 这第三 吉利组合 蓄意打击主战派 战争开始以后啊 朝鲜战场和国内的战场 清军是连连的败退 在这种情况之下 慈禧太后越来越支持李鸿章的 必战求和的方针了 并且呢 以各种借口来打击这个 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 1894年的11月21号这一天 也就是慈禧进行生日庆典后的第15天 那么这一天呢 李鸿章经营了16年的 吕顺房屋 在一天之内被日军给突破了 吕顺也陷落了 直到这个时候 慈禧太后才感到了 事情有些不妙了 但是呢 他依然没有对战局 进行认真的思考 认真的研究 吕顺实现后的第5天 这个慈禧太后啊 终于想起来要召见大臣 于是呢 就把大臣召集在一起 召集一起 召集时间多长时间呢 只有15分钟的时间 在这15分钟的时间当中 慈禧太后 既没有研究整个战场的战局 也没有筹划 防御 他干什么呢 他出人意料地 宣布了他的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啊 宣布出来以后 在场的文武大臣是 感到非常的非常的意外 那么慈禧太后 他宣布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 他就决定 把光绪皇帝啊 两个宠爱的妃子 一个是锦妃 一个是真妃 降为了贵人 罪名是什么呢 罪名是他们违犯了家法 干预了国政 这就奇怪了 这两个妃子是怎么回事啊 他与整个这场战争 他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妃子 这个锦妃和真妃啊 他是亲姐妹俩 是满洲的湘红旗人 他们的父亲 是咸丰朝的礼部左侍郎 这姐俩一起呢 被召进宫来了 后来呢 都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宠爱 那么他子妹两个人呢 性格是非常的倔强 也很聪明 特别是 他们还关心国家大事 这个真妃啊 还是主战派的一员 那我们说一个妃子 他怎么成了一个主战派了呢 这与两个人有关系 这两个人呢 一个叫文庭氏 一个叫智瑞 文庭氏是汉林院的士都学士 他极了一个主张对着作战 是坚定了一个主战派 同时呢 他又是这个真妃的一个家庭老师 这个智瑞呢 也是一个主战派 不仅主战 而且呢 他还公开的指责李洪章 和叶志涛他们 在战场上作战不力 而这个智瑞呢 他又是真妃的一个唐兄 我们看看 这两个人呢 跟真妃都有这种特殊的关系 所以这两个人 就利用这种特殊的关系 把自己的主战的主张 和建议呢 通过真妃就传达给了光绪皇帝 在这一过程当中啊 这个真妃呢 也自然而然的 受到了这两个人的影响 也非常支持光绪皇帝的主战决定 这样一来就坏 为什么呢 这就激怒了慈禧太后了 因为慈禧太后啊 她是主和派 所以慈禧太后啊 就想寻找机会 整治一下 锦妃和真妃这些俩 其实啊 这个慈禧太后 整治锦妃和真妃的目的 是想给光绪皇帝 一点颜色看看 也是给其他的主战派 一个警告 以后啊 谁在主战 我就要重重的重罚她 总而言之吧 以上慈禧太后的这些表现呢 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战争决策 产生的影响 是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而也影响了 清政府的武装力量的建设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作为清政府武装力量之一的 北洋海军 又将怎样去建设呢 就看下集 给大家看下集团 下集团